他說跟蔡總統說好了 卸任的禮遇 要從30萬 降到 7萬5 你沒有修法 那當然這個話不就是空話嗎 陳建仁 他後來 退休之後 他沒有選擇用 副總統的禮遇條例 那麼選擇了更高的 就是用 中研院的特聘研究員 可以拿到49萬 我今天召開記者會主要是跟大家公佈喔 我會提案修正 卸任總統跟副總統的禮遇條例喔 現在呢我們前副總統 陳建仁 新接任格魁 那當然 我們的行政部門呢 也就有這個 修法的權利 那麼 大家都知道過去 陳建仁當任副總統的時候 他受到 蔡總統的 托付喔 去做 軍公教的 年金改革 那麼當時 陳建仁在做年金改革的時候 也有數度的 做很溫暖的喊話 那個喊話就是呢 讓軍公教 少領一些 他們委屈一點 那麼但是呢 總統跟副總統 未來他們在卸任 他們退休的時候呢 也要 共 提 時間喔 他說跟蔡總統說好了 卸任的禮遇 要從三十萬 降到 七萬五喔 在這樣的狀況 我覺得 我願意成全 陳建仁 呃 院長 求仁 得仁 那麼 我 會 先做這樣的提案 那麼當然 我也在這邊 呼籲 希望 我們行政院 也能夠 有相關的提案 相關的修法 那麼 這樣子的話呢 才能夠 落實 當年 陳副總統 對 所有 軍公教的 一個承諾 否則的話 你沒有修法 那當然這個話不就是空話嗎 我想 陳建仁 這個當院長 一剛開始當院長 也不希望 讓軍公教認為他是說空話 那麼 當然啦 這個 陳建仁 他後來 退休之後 他沒有選擇 用 副總統的 禮遇條例喔 那麼選擇了更高的 就是用 中研院的特聘研究員 可以拿到49萬 那這當然是另外一個事情 這個當然也引起外界高度的質疑 但是 我想從 法律面喔 那麼既然你承諾過 我們就來修法